日前有古智星同以轩等主演的抗战题材剧《铁血武功队》正在北京热拍 记者他们当天剧组正在上演一场惊险的爆破戏份 古智星带领的武功队正在于日军进行一场激烈的抗战 别看只是拍戏 在现场这实打实的炸点轰鸣 战火弥漫连在场的记转文都看得胆战心惊 来准备 一开始 烈日笑顶着40度的高温护暑 演员们还要在战火中迅速逃难险中求生 这无意味拍戏增加了不小的困难 除了爆破戏外 主演古智星一场被日军围困活摆的戏份 更是体现出了做演员的不意 为此剧组也特意为演员们准备了防暑措施 此番曾在《我是特种兵》中有过出色演出的古智星 首次牵手《特种兵之火》 疯狂的主演童以身 两人也在该剧中擦出了不小的火花 而童以身作为武功队中唯一的女队员 由于女汉子的形象太多深入人心 以至于古智星在拍感情戏时 直言很难投入 我就说啊 我跟你说实话 因为她生活中就是一个女汉子的 这种小妹妹的性格 所以戏中就拍感情戏的时候 大家我从来不说假话 当着媒体我也不说 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她就是可能是由于年纪原因 就是我们男人眼中的那种女人味 她可能少了一些 就把感情戏拿掉了一些 她说建议我去谈个恋爱 我觉得其实也对 生活中这个 谈个男朋友师傅或许这种感情戏的感觉 会找出来一点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